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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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大家好 今天我要给你们带来的是 三只现在大火的阿曼尼唇的一个试色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大家都知道阿曼尼去年 跟今年出了两批新的颜色 但是还是这种丝绒质地的 所以去年底 最火的一个颜色就是206 然后大家都说它跟 之前最火的405 很相像 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它到底有多么的相似 这个是我的405 老早就买了 我的天哪 我真的是 要不是我是在英国专柜买的 我都觉得我自己买的假货了 这什么鬼 你看一看真的哪个代购 如果买到这支206真的是要哭死了 看到没有 这个简直像是什么代工厂贴上去的 这个是405 这个是206 你看这个是102 这两个很明显 就是专柜的那种 样子但是这个 什么呀 你说是我自己贴的我都相信 怎么会这样 真的是有点心疼代购们 405大家都叫它烂番茄色 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看的辣椒红 有没有 我觉得405就是你叫它烂番茄也好 我更喜欢叫它小辣椒色 它上去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元气 非常非常的鲜明鲜嫩的一个颜色 有没有 那我们来看一下206到底有什么差别 都说206是一个棕红色 这个颜色还挺不一样的哦 比较沉稳一点点 然后又比较适合秋冬一点点 我觉得它涂上嘴比看起来要更 没有那么的棕色 在我嘴上红一点点 涂厚一点点 就也还是很红 没有那么的棕色 所以上嘴的感觉 我觉得 嗯 没有刷在手上那么红棕感 那最后一支102号 看管子就知道它是一个更螺的颜色 不知道涂上去会不会没有气色 但是看这个颜色是很温柔 就是一种豆沙色的感觉 这颜色真的好涂哦 可以这样看这个颜色也挺好看 就是一个很个性的颜色 这个颜色这样看比较灰冷 但是在我的脸上 在我的嘴上 看起来是更红一点点的 所以我的嘴是会把 这三支唇膏 都分别弄得更红一点点 就是一个非常有个性 但是呢 又没有那么的张扬 比较欲解 看这个唇膏的颜色 跟你个人的唇色相容的状况怎么样 才会知道好不好看 所以我建议大家 买之前都去柜上 让柜姐往你嘴上试一试 那就是今天一个非常简短的刷色 希望你们喜欢 希望你们挑到你们最喜欢的 Armani唇釉的颜色 那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